hello大家好 我是郭大顺逼逼顺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夏天的风给大家带来了舒服 为大家带来了暖意 它不但吹过我们的身边 也吹进了我们的心房 没错 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都觉得说 在我们青春里 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 都发生在夏天 包括恋爱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们 跟我一样都很怂 连直视都不敢直视 有些时候不是怕害羞 就是怕尴尬对吗 因为今年2月份 我那期空哨叫大家微笑 表情管理那期事情 特别受大家欢迎 所以我今天打算出第二期 就是教大家 如何给喜欢的人放电 但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意见 喜欢的人就不知所措的话 那就别忘了来个关注 一键三连 然后我们接着一下看吧 上次那期视频 为什么受大家喜欢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精辟吧 然后也没说很多废话 主要就是教了两招 大家都觉得 世人都能学会的方法 今天也是会尽量压缩 咱们这个视频时长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里面 学到东西 我为今天教大家的 这期表情管理课 起名叫 郭大顺老师的 微笑ABC小课堂 首先我们先说A A的话呢 是我线下去参加一个 电视剧的发布会 开播仪式好像是 然后呢 这个电视剧是王欧主演的 就是我们那个大美女王欧 然后我发现她呢 就是特别会进行表情管理 那这个A呢 就是我从王欧学到的 她在笑的时候呢 不会像其他女明星一样 就是抿嘴笑 也不是那种平常的 就是露牙笑这种 她是这种 就是这种 发A的形状 A这种A 这样的话我发现 它不但会让你觉得 你很娇俏可爱 同样在视觉效果上呢 会把你这个下巴往下拉 让你的下巴形状 你的下额线轮廓更好一些 大家看哈 我的下巴其实算是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很明显 我给大家看我正常 咧嘴笑的这个姿势 你看这个下巴在这儿 对吧 你看侧面的话是这样 就是下巴也不是很明显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学王欧这种A 你看这个下额线 包括脸型是不是更完美了 所以说我发现 她在拍映照的时候 就主持人提示 来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大合照吧 她立马就变成这个微笑 哎 哎 认为这个表情 不但是用在台上拍照 也可以通过我们一点小小的变形 运用到我们生活中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 碰到喜欢的男生 这个A式微笑法就特别适合你 除了脸部保持A式微笑以外呢 肩膀可以往下垮一下 然后眼神稍微迷离一点 碰到喜欢的男生就 哎 你来了 人太娇羞一点 哎 你来了 哎 我好想你啊 嘿嘿嘿嘿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A太过于sexy 太过于女性的话 那这个B你就千万不要错过 那什么是B呢 B就是这个 拨一下嘴 你们知道吗 跟我学 那女生呢 在你鼓涂完口红之后 你拨一下 就让人觉得你的这个嘴巴特别的Q弹 特别的想亲 男生呢在你在运动完之后喝完水之后 你这样拨一下就会让人觉得你超级的sexy 超级的性感 超级的有男性荷尔蒙 那单纯的叫大家 这个B也不是太走心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给大家这两个变形 首先叫大家这个表情管理呢就是B加上微笑 B加上微笑呢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 就是很有攻击力 你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魅惑 你很sexy你知道吗 就是拨叫微笑 好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看这一连贯的表情管理是不是一下子整个人就生动起来了 跟我一起学 下一个表情管理呢就是B加绝嘴 B加绝嘴呢我觉得是如果你在受一些委屈 或者说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撒个娇卖个萌的时候用哈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你们知道吧 就是你们在身边啊就是触对象的时候 肯定会觉得碰到那种很作的女生或者很作的男生 撅这个嘴真的好丑啊 就这种 嗯 嗯 要不就这种 就这种 真的是男生是不喜欢这样的女生的你们知道吗 就是撅个臭嘴然后甩个臭脸 真的就是你想心疼他 他对你撒娇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他的表情很丑 就那张臭脸就不想理他你们知道吗 那如果你有一样的困扰的话 一定要学好这个B加绝嘴 因为B加绝嘴超级的可爱 跟我学 或者说眼睛上也可以稍微灵动一些 你看这个整个人是不是就变得生动起来了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很作作 你绝那个嘴也不是很丑对不对 单纯的绝嘴就很作就很恶心 加上前面这个B是不是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 来跟我一起学 说完AB我们再说C Z呢是比较适合刚刚碰见的一见钟情的人 首先把你的嘴型调到C的这个形状 这样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单纯的 比如说拍平面的一些 这样露八颗牙齿 或者说像我们之前空哨乘务员这种八颗牙齿呢 是不够日常化的 是在飞机上是遇见乘客第一面是可以的样子 但是咱们碰到喜欢的人多少 咱们希望就稍微自然一点对吧 不是说你碰到自己第一次见的人 但是你很喜欢他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跟他说话 这个时候他来跟你说话了 然后你也想给他打招呼 你就可以就是嘴巴里哈 就是牙齿之间发出 那个声音就是C的声音 然后把嘴裂成C的形状 然后露一点点放这样 C C C 你好 我是郭大顺 我是B站的一名up主 C C除了可以用到和自己喜欢的人交流的时候呢 可以用在和自己并不熟 甚至说有点讨厌 只能强颜欢笑的塑料剪面花上 那这个变形我来教大家哈 一般的C就是碰到喜欢的人不是这样吗 C 就很轻轻的一下子 就穿出来一个C字嘛 然后嘴巴裂成这个C字 那遇见不喜欢的人这个C怎么办呢 请你加快你刚才的速度 那个C字不发音哈 就像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梗一样哈 华语天王 语不发音哈 就是那个C字咱们就不发音了 然后加快你的速度 碰到你不喜欢的人 或者说一些并不熟的塑料剪面花 然后你就加快你的速度 来跟我一起学 这种塑料剪面花或者说一面之缘的人 大家见个面基本打个招呼就拜拜了 就去忙别的事了对不对 所以说呢在一瞬间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做到位 对吧 省着下一步下一秒呢 我们还得跟他浪费时间 那何必呢对不对 碰到等级比较高的一些领导呢 或者说有那么一面之缘两面之缘的呢 随着你的这个认知程度熟悉度哈 加长你这个表情 比如说碰到一面之缘的其他部门的经理 帮你取过两次快递的业务员小陈 你们学会了吗 这个ABC我觉得超级超级的简单 超级超级的实用 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 从大学走入社会呢 有些东西真的不懂 比如说 不会跟别人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对吧 那有些时候看着对方的眼睛 确实是尴尬对吧 更别提碰到自己 让自己心动的人喜欢的人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ABC呢 嗯 其实你要想做好的话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希望大家能多看几遍这个视频 然后多多练习 因为怎么说呢 最为一名演员吧 然后也之前也是一名空少 就是对表情管理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点自己的见解的 所以说不能说我说这个东西就是对的 但我觉得 我说的东西一定会给大家帮助的 那我就是郭大顺VV帅 一个上半身人魔鬼 下来身只穿着大裤衩的男性蜡主 那喜欢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关注我一下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